鼓励长者健康舞动人生 来看桃园市卫生局举办长者活跃烙化竞赛 提供长者舞台来展现健康活力 实践健康烙化的理念 今年共有13支队伍参赛 获得前4名的队伍 将代表桃园市参加卫福部举办的全国辈区竞赛 随着音乐节拍动动身体 搭配乐器悄悄打打展现健康活力 平正区广新关怀据点长辈平均73岁 是第一支上台比赛的队伍 展现长者旺盛的生命力 能够出来走出来生活过得很快乐 乐在其中 他不在乎说一定我们就是要拿到什么奖 他要让我们这些妈妈们生活在快乐之中 很希望说赶快礼拜二礼拜四到来 我们大家都来可以聚在一起唱在一起 大家都很高兴的 很期待的 卫生局举办一年一度的长者活跃老化竞赛 今年共有13支队伍参赛 长辈们轮番上阵 就算坐着轮椅也能随着音乐摆动 展现生命价值 我们长辈在桃园目前有14%多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健康老化 智慧老化活药老化 所以我们就鼓励我们长辈出来运动 透过团体的方式来鼓励他们能够持续有运动的一个习惯 荣获前四名得奖队伍将代表桃园市参加卫福部举办的全国北区竞赛 现场也颁发金老奖给超过90岁的长辈 鼓励长辈们多多走出户外参加关怀据点活动 实践健康老化